上海東方衛視火了 李強事件有詭 江派常委用尼姦計 上海政府玩花招 首席防疫專家釋放不詳訊號 嚇壞 日本商人群起撤離 撤板明夫曝光背後原因 俄乌戰爭最新局勢 烏克蘭情報事件俄國人 澤連司機捉來奸 普京好友被捕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3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上海連日來怪事頻傳 中共市委書記李強 被兩位女士當面教訓的消息 居然在受到嚴密管控的 中國社交媒體熱傳 4月13日上海東方衛視被迫取消抗疫晚會一事 背後更透著詭異 上海東方衛視日前公布節目單和參演明星名單 宣布在13日晚間搞一出為抗擊疫情歌功仲德的晚會 題為眾志成城同心守護 這個信出引發輿論風暴 微博上出現 東方衛視抗疫特別節目等話題 下面稱一色是批評和諷刺的聲音 火上添油的是 音樂人王海韜12日晚在微信爆料說 東方衛視看中了他作詞的歌曲 這世界那麼多人 希望獲得歌曲的免費使用授權 甚至在被王海韜拒絕後 堅持強行使用這首歌 有朋友表示願意幫忙玩律師 但王海韜坦然 這個官司無得打 對方以政治邏輯跟你講數 不會以版權法邏輯談 王海韜強調 在上海人經受水深火熱時 不會授權這樣一台晚會使用自己的作品 在13日凌晨 被網民對城西子的東方衛視發了一條微博 宣布晚會暫緩播出 這可能是中共之下 第一台因為馬星四起被迫取消的電視晚會 有人注意到事件背後的奇怪之處 在海外社交平台留言說 這個節目表開播前一天才釋放出來 就很不尋常 另外節目圖片的畫質也太差了 我懷疑他原意可能就不準備開 只是想在輿論上惡心習近平 這就是一種紙雙骂壞的低成本 高回收的政治手段 這場內鬥戲越來越有意思了 可憐了大上海和場內韭菜 再次在歷史上被當作政治籌碼 東方衛視事件 和前兩天李強在視察時 臨時修改劇本到原定計劃外的小區 結果被兩位艾依當眾訓斥一事 有類似的詭異 為這兩位上海艾依叫好的聲音 中共輿論封鎖幾乎沒有起作用 台灣偷略策進協會副理事長張宇兆 對《三立新聞》分析說 可能是李強有異樣警衛不加難阻 目的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 不是我李強作出封城的決定 台灣之三媒體人王時齊也注意到 目前中共內部不同派系打著共存派與清零派的仿指 在加速鬥爭 甚至三大官媒彼此也在內控 王時齊說 4月11日下午4點 《人民日報》先說我們要付出最少代價 我們要保持經濟 所以這是共存派 結果5點全部被下架 9點新華社再來 再發一篇說 我們要最少的代價 要共存 將清零的字眼全部刪除 9點20央視來了 說的是我們要清零 要堅持動態清零 時評人惡32日在大紀元發問說 據一位上海知情人士爆料 江澤民的親信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因為曾經長期主政上海 有些發言權 收集了很多反對李強和張文宏的意見 報告給習近平 用來奸雞來對付李強和習近平兩人 號稱清零姐的孫春蘭本來不想到上海 避免令習派難做 最後也是在韓正暗中催促下 先去施壓清零 岳山分析說 如今疫情成了政治問題 如果李強真的無法入常委 加上前上海市長英勇也在日前以外退休 習近平的心腹又少了一個 但韓正也不好高興得太早 習近平在內鬥方面還是有一套 一旦糊塗走醒 拿出殺招 上海幫的政治老賊 終究難保 不過問題是 蘑菇百姓被當作內鬥的籌碼 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 12日盲間 上海再傳悲劇 發話震錄一位老人在家中休克 120打不通 110到現場也無法 最後 老人家因遲遲無法送院 延遍搶救而去世 在引爆民怨後 上海前日宣布改用三區分級防控 允許部分百姓走出家門 但4月12日發布的分級名單顯示 被列為封鴻區的人口高達1501萬人 可以未解封的防範區只有480萬人 同時中共所謂的專家吳尊友 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強調 無症狀感染者必須集中隔離 根據上海官方之前宣布 全市按照封鴻區、管鴻區、防範區實施分級管鴻 其中封鴻區居民足不出戶 管鴻區人不出小區 防範區原則上 市民可以在街鎮範圍內活動 但禁止群聚 不過是官方的第一批三區名單出台後 人們發現 未解封的防範區不僅數量少得可憐 還百分之九十都是郊區 名單涉及的480萬人中 在中心城區的只有50萬人 靜安區漁遠路470人行運被列入防範區 但居民表示 居委會卻要求居民維持足不出戶 足不出社區 根本不是官方所說的未解封狀態 家定工業區 敏行區都有社區發布告居民書 洩了官方的底 其中寫道 根據疫情防控部門最新要求 提升防範區的管控級別 參照管控區的要求 也就是人不出小區 亦有網民表示 自己所在位置雖然是防範區 但周邊都是封控區 哪裏都去不了 今日發了物資 繼續封 同樣在12日傳出另一個不祥信號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 吳專有在記者會上被問及 無症狀感染者是否最好居家隔離 以免集中隔離 引發醫療制度風險 吳專有回答說 無症狀仍然可能發展成重症 所以 所謂的無症狀感染者 並非真正的無症狀感染者 各地一旦發現輕症 和無症狀感染者 要盡可能送去集中隔離 吳專有還再次強調動態清零 說這個防控策略還是非常成功的 他說在其他國家要實現清零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其他國家和地區基本上做不到 躺平實際上是其他國家無奈的選擇 而動態清零既符合中國實際 又是現階段中國最佳選擇 由此可見 正如很多觀察人士警告的那樣 中國人如果不揭竿起義的話 就盡快儲備糧食 未來各地大規模封城陸續有來 上海的粗暴防疫和物資缺乏 導致民怨四起 日本殘經新聞台北支局長赤板明夫 4月12日在臉書發文透露 有很多日本商人 懲怕當前中國的防疫政策 正計劃離開中國 赤板明夫寫道 自己不少在中國的日本朋友透露 這次上海封城 令他們切實體會到 社會主義重拳被嚇倒了 赤板明夫直言 在中國 不管你有多高的社會地位 你的生意做得多大 哪怕你住在上海市中心的豪宅 家裡有三、四個工人 但只要最高領導人的心情不好 你隨時可能成為最卑微的韭菜 你可能捱肚餓 可能有病不能看 還可能出門被人拳腳雙向 當你有困難或受了委屈 沒有民意代表為你做選民服務 沒有媒體替你伸張正義 你在網上發文求救 可能被刪酷甚至有牢獄之災 赤板明夫指出 這其實就是投資中國 或者是中國土生活的政治風險 這次上海封城 不僅是日本人 很多是中國淘金的外國人 也被嚇壞 赤板明夫表示 中共吸引外資的目的是 為了鞏固共產黨政權 在他們腦海中只有政治邏輯 沒有商業邏輯 他們隨時可能反面 一個新政策 就會令外商的投資 血本無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還在持續進行 俄羅斯總統普京12號稱 由於烏克蘭不實宣稱俄國犯下戰爭罪行 並要求涵蓋整個烏克蘭領土的安全保證 因此兩國和平會談已走入死胡同 與此同時 烏克蘭情報局指出 俄羅斯特種部隊正在策劃一系列恐怖攻擊 破壞俄羅斯住宅建築、醫院和學校 企圖將恐怖襲擊責任 轉嫁推給烏克蘭極端主義 綜合外媒消息 烏克蘭軍方表示 俄軍對烏克蘭東部準備已久的猛烈攻勢已經開始 大量俄軍戰車和坦克也在遁涅茨克出現蹤影 同時 俄軍持續向著第二大城卡爾河夫轟炸住宅區 消防人員疲於奔命 滅火到一半還要躲起被炮火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 以局長布達諾夫的名義在官方臉書發布消息稱 俄軍對戰況惡化 以及難以動員招募士兵到前線 處於歇斯抵禮狀況 將迫使俄國特務發動國內恐怖攻擊 並將恐怖攻擊責任轉嫁推給烏克蘭極端主義 迫使民眾相信自己國家受到威脅 以催化政治動員重軍的能力 布達諾夫表示 由於烏俄邊境的俄國別以哥羅德燃料赴日前受到攻擊 令當地民眾相當洪荒 而俄國借此散播宣傳反烏克蘭的民宣 這可能是俄國總統普京打算借此操作民眾情緒 來散播仇恨 對於仍持續的入侵戰爭 普京12日稱為了保護俄羅斯 茉斯科除發起軍事行動外 必無選擇 並稱絕對能達成對烏克蘭的軍事目標 烏克蘭戰事爆發後 烏克蘭親俄派政治領袖兼國會議員 梅德維楚克 同亡且下落不明 4月12日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貼出一張戴著手扣 雙村烏克蘭軍裝坐在椅子上的 梅德維楚克相片 並發文表示 感謝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展開一次特別行動 做得好 詳情稍後公布 榮耀歸於烏克蘭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也在推特上公布了 梅德維楚克被捕的相片 同時對它與俄羅斯結盟的烏克蘭人發出警告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局長巴安諾夫表示 任何半途都不會逍遙法外 將根據烏克蘭法律被追究責任 據外媒報導 目前梅德維查克被控以叛國罪 不過因為他曾經是普京的親密好友 因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最新的演講中說 將向俄羅斯盟邦提議 以梅德維查克與其他被俘虜的俄軍士兵 交換烏方被俄軍俘虜的男女戰士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下次再會